Cast off Cast off Change beetle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哇又到了我們快樂的火藍之星啦 對火藍之星喔 不過這次縮水很多喔 好所以今天呢我們就來出火藍之星的信賴隊打法吧 雖然說你信賴隊應該刷不到幾關啦 好啦那老手玩家或新手玩家 OF-7嘛對不對就是這個地方喔 黑曜石刷到1060顆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因為這邊剛好是1060喔 對1060把它刷完就對了 刷完這樣就可以了 那不要多刷因為這個東西多了之後它沒有用處 OK好那我們就直接 今天先來打OF-7的信賴隊吧 就讓我們直接開始進到隊伍解析的部分喔 OK那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隊伍喔 帶銀灰能天使 那我的能天使技能7 對我沒有專精 如果你專精上去的話應該要更輕鬆 就不會有那麼怪的問題了 那銀灰真一斬專3 然後對任意一個遠程的敬衛齁 對任意遠程的敬衛齁都可以 好就開始吧 OK那你不一定要專3喔 對你不一定要專3 那如果你銀灰的技能等級沒有那麼高的話 對不對那 你就再多帶幾個額外成員這樣就好了 練度不高的話就不要學人家玩什麼信賴隊了 真的 OK那我們就放銀灰 銀灰放在這個地方 好之後呢我們放Lago 對Lago放在這邊 然後攻擊會朝上 那如果你有雞翅的話更好喔 那雞翅開的技能就 所以我這邊就根本完全不會漏怪了 OK 那如果你沒有Lago 也沒有雞翅的話 就任意的遠程敬衛齁 這樣子也可以 對那如果連遠程敬衛都沒有的話 那你就放 就是有攻擊力有傷害 然後就可以把 弓箭手打死的幹員 這樣就可以了 只是你的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你銀灰啊 能天人的練度就要高一點 因為不然的話 會不會上面會漏一隻兵 對這樣就 很尷尬 對就非常尷尬 好 好那前面就沒什麼太大的難度啊 就是三個人就亂擺 沒什麼 對就這樣子 啊 那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還是想要 就練度不高 還是想要打信賴隊的話 那你就 把你帶要刷信賴的角色帶一帶 那如果不小心漏的話 就把他丟上去 然後去卡位置這樣就可以了 好 OK那 這個四個人 把他打完之後嘛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準備開鷹老闆的技能 好大概在這個阿兵哥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們開啟真音戰 直接剁 來剁下去 我躲躲下去 好那這邊 會不會被暈 不用擔心 他們走出來就被剁掉 OK 好這邊也是一樣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會漏 OK那一樣 真音戰剛剛好 就是可以多打到這幾下 好就是這麼簡單啦 以上呢就是 OF-7的 新來隊打法 那建議大家就是 這一關的話 黑曜石不要打太多啦 就大概打個實機場 喔對 把黑曜石打到 1060 喔這樣就可以了 就 這東西多了 沒有辦法賣 就是很 一個很爛的設計 好啦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